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蜜虫看局,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局中人第十二节 上期我们说到,承勋遭到神秘人袭击,腹部受伤危在旦夕 幸好承骏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将他及时送去了医院 经过抢救,承勋虽然救护了性命,但因为伤势过重 医生也不确定他何时会醒来 隔天,承骏和警局同事们来到了承勋受伤的地方 经过搜查,他找到了一架专门拍摄野生动物的相机 这里面记录下来凶手的一个剪影 承骏见过这个背影,和他当时在福利院看见的凶手背影一模一样 承骏再次思考了一遍,关于当年福利院的孩子里只剩下了12号和24号还未确定身份 或许这两个人和凶手之间有着莫大的联系 承骏想去询问治恩父亲 然而同事告诉他,治恩父亲几日前突然发疯 已经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承骏知道做出这个决定的一定是所长 他作为当年参与福利院暴行的帮凶 必然不希望自己的恶行被曝光 面对承骏的质问,所长只是让他去询问自己的妈妈 他知道的内幕恐怕更多 承骏立刻来到妈妈就职的扶植物 恰好看见门口有一个女人正举着大字牌寻求帮助 但妈妈只是在大楼外敷衍了几句 就让属下将女人打发走 承骏有些好奇,上街拦住女人 询问之下居然发现他的困境也和福利院有关 原来女人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寒 曾把儿子送去福利院 后来他又把儿子接回家 却发现儿子性情大变 他从不回应自己的名字 只知道自己叫做45号 承骏来到女人家 发现儿子整日只对着墙壁涂鸦 对所有一切都无比恐惧 承骏尝试着对着他喊其他变好 当儿在似乎只对24号有所反应 承骏不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 只好去求助于恩琪 恩琪是儿童中心多年的社工 和各种问题儿童交流有一套技巧 他愿意帮助承骏 这天晚上 恩琪在儿童中心收拾材料时 突然收到陪审员中上班族的电话 两人来到公园想做闲聊 说起因为陪审员而聚在一起的大家 却陷入了另一个复仇陷阱 发生了这一系列杀人事件后 恩琪才知道原来妈妈是当年福利院的护士 她想知道上班族被牵扯进来的原因 可上班族表示自己是个孤儿 根本不知道父母的信息 文言恩琪鼓励她遵循内心 去寻找亲生父母 隔天恩琪来到了求助女人的家中 见到了自闭的45号男孩 可她只是一直在图画本上涂鸦的数次 对陌生人充满了戒备心 另一边上班族来到了警局门口的餐馆 自从上一次和成俊来到这里后 她就对老板娘贴在墙上的寻辞启示 十分在意 坐在餐馆 上班族回忆着记忆里妈妈最后的样子 那是在一个秋冬天 妈妈穿着灰色和棕色的衣服 还给自己买了冰淇淋 上班族的话让老板娘的脸色骤然变化 她因为激动而抽动着脸部 因为这番描述正是她弄丢了儿子那天的场景 除了最后 上班族看向了墙上的寻辞启示 开口告诉老板娘 那张照片就是自己 话刚落音 老板娘终于放声大哭 她完全不敢相信 多年的夙愿居然以如此意外的方式实现 上班族却意外的很平静 她只是牵着老板娘的手 不再说些什么 然而店门外主厨却面无表情地看着屋里的两人 老板娘找到儿子之后来到警局公开喜讯 警察们纷纷恭喜她 只有成俊提出是否要做个亲子鉴定 但老板娘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直言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认错 这时所长走进来 老板娘迎了上去 对她千恩万谢 所长得知老板娘找到儿子之后 立刻将她带进了办公室戏聊 老板娘声称自己的儿子被领养去了国外 经历过一场车祸 就失去了小时候的大部分回忆 画面到此还是充满了温情 谁知所长却画风一转 告诉老板娘 儿子失忆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画面再次回到了多年前 老板娘和儿子一起坐在路边长椅上 突然她起身离开 似乎是主动遗弃了孩子 对于儿子走失的内幕 看起来另有隐情 这天恩奇带了肥皂泡泡到45号的家中 好玩的泡泡终于打开她的心扉 两人玩在了一起 她看着45号开心的模样 恩奇却觉得越发心酸 她看过程勋在审讯室里 对程骏描述过福利院里的生活 他们还很年幼就被剥夺了一切 就连肥皂泡泡这么简单的快乐都视若珍宝 老板娘和上班族相认之后 在主厨的店里进行了庆祝 程骏也被邀请而来 期间她无意中看见上班族的脚踝上 有一道伤疤 询问之下 上班族表示 自己也不知道伤疤从何而来 要父母声称 收养她之前疤痕就已经存在 上班族还做过一些与之相关的噩梦 似乎是自己在森林中奔跑 脚掌踩到了捕兽夹 程骏回到警局 开始推断着上班族属于福利院里的哪个孩子 然而一切都还不能确定 这时她又想起 上一次在所长办公室里看见的一叠照片 那正是某个地方挖掘出的几具白骨 程骏立刻找来了照片查看 在其中一具尸骸边上居然发现了一枚熟悉的挂坠 程骏立刻来到化验科让法医对尸骸进行DNA化验 然而年代久远并不能提取有效的化验物 但索性还能进行人体面部复原 程骏得到面部复原的照片后 发现这具女尸正是云代的姐姐 程骏离开化验科时 法医还交给她一份程骏体内残存的凶器化验单 依照材质来看 凶器是一把生鱼片专用刀 程骏立刻来到主厨的店铺 挨个检查她使用了刀具 但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这时N7打来电话 她在45号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她说出了24号的名字 名为贤秀 而这个人正是主厨失踪多年的哥哥 程骏在接电话时 眼神批见了主厨 似乎在隐藏餐台下的某个东西 他立刻将东西拿出来 俨然是刺伤程骏的凶器 主厨被带回警局审问 然而只问了几句话 程骏就断定他并不是凶手 程骏发现这把刀属于私人定制 于是找到了制刀工房 工房主人查阅了购买记录 发现买刀人叫做郑某 声称是送给弟弟的礼物 程骏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郑某就是主厨的哥哥 就是24号 夜晚 程骏一一查看着各种线索照片 突然看见了佑娜死前在柜子上留下的线索 程骏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恩奇 如今想来他或许是想留下凶手的名字 恩奇提出想要看看线索的照片 但一看见写字 他又想起了佑娜惨死的画面 一时控制不住悲伤情绪 立刻将手机交还给了程骏 然而没过多久 恩奇突然想起某一天 上班族和佑娜擦肩而过时 又简短地打了招呼 说明两人早已认识 按照写字的走向 佑娜想起的字和上班族的名字有些相似 当晚上就来到警局档案室 寻找上班族的资料 惊奇地发现 他原本的名字居然就是郑某 这时一个身影正在悄悄靠近苏醒的程骏 他定睛一看 这个笑得无比邪恶恐怖的人正是上班族 本季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开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弯弯哟 拜拜